关于病毒变异对疫苗研发的影响 在学士层面已经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共识 第一是到目前为止 新冠病毒的变异不大 目前全球数据库已经有超过十万条 新冠病毒的基因组的序列 覆盖了全世界六个大洲 113个国家 通过对近六万条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这些基因组具有较高的序列相似性 两两序列间的核干酸序列的相似度大于99.31% 应该说属于正常范围的变异的积累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共识是新冠病毒变异没有对疫苗研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疫苗研发的抗原设计 主要针对新冠病毒的S蛋白进行 国际上通过对上万株的新冠病毒基因进行分析发现 新冠病毒S蛋白的序列比较稳定 现有针对S蛋白的中核抗体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流行株 也就是说 基于新冠病毒S蛋白研发的疫苗 如果研发成功 适应于预防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 其次呢 现有的S蛋白个别位点的突变 对抗原结构和免疫原性影响很小 这是第二个共识 第三呢 就是说 实验证明 再延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 能够有效中和发生突变的新冠病毒 我国科学家使用新冠疫苗二期临床 这个实验的受试者雪青 与含有不同变异的 不同突变的新冠病毒毒株进行中和实验 也发现呢 依然具有保护作用